大胆 升宫之中 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对宫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顾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则好了 三公主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成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怨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知名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林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序是林不宜 我阿父是曲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丘供灵训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身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签嘴利得很哪 可惜 今日长丘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身子不低 手放平 这 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楚飞可是要拦着我 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臣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倾桥 三公主责罚少商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讲好 要当供责罚母后吗 楚飞言重了 母后方才还询问我 一会儿就是无宴了 怎么还未曾见 陈娘子入宫服侍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 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教授规矩 所以耽误了时辰吧 楚飞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陈娘子 开个玩笑罢了 即使母后需要陈娘子去服侍 那还是赶紧去吧 我们在午宴时 那可再慢慢聊 老喝 受伤妹妹 这箱子容易迷眼 你可小心点 是 什么东西 别烧起来 快 快灭火呀 快 快 快 灭火呀 快呀 别愣着 快将三公主的外上拖去 别 别 别偷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去 我让你换也不换 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 给我拖了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那一定是你 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故意害我出丑 今日获释祭奠 谁允许你穿成这样 我本是无心的 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 才得知祭奠仪式 又着急去长丘公府五言 一群已无法更换 所以才不得不用 母妃外袍遮掩的 获释祭奠每年一次 你若不记得 那更是可恨 你身为公主啊 是天下之俸禄 却不曾将建国的恩者 鸣聚于心 着实改大 父皇 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 还请父皇重重责罚 只是死为家事 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 不便当着霍侯的面 惩罚三妹 令她临下难安 不如回永乐宫中再做处置 父皇 我表哥宣驸马 一年俸禄不过三百万 三子此身绫络珠宝 怕是不价百金的 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 颇为阔绰 有时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 身为公主裁员不明 可并非区区家世啊 对呀 你倒是说说 你是从何处 获得如此多的财富吗 我 我 我与人合开九楼所转 这是何处啊 父皇 这是三昧领地 流通的违避 三皇兄 您我义母同胞 您请告发我 我只知律法有文 皇族子嗣私自助弊 本该就与叛国同罪 你竟敢自欺 私入违避啊 建国不过十几载 你 你 你只想灭少王国吧 不是我 儿臣并不知情啊 母妃 母妃救我 母妃救救儿臣 儿臣封地并无狂山 如何出弊 父皇我冤枉啊 父皇 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 运送此弊之人 审问之下已经确定 这些未必 都是寿春所指 是 寿春是小钱安王的封地 更是老钱安王属下 彭坤统领 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 儿臣是为他们连累的父皇 三妹 你莫急着要撇清关系 这些未必 能够流进你的封地 那也是你监管不到 罚你也不远 订不开 知识 那个鬼公司 我也是 女皇 我都用自己的封地 宣家لام 我 majestic 梦 他们驻碧 为何小前安王只是收回矿山 为何不杀了他 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住口 事已至此 你还不思悔改 还妄图 胡乱攀扯 来人哪 来人 把他拖出去 狠狠地打 父皇 父皇 父皇